圣伯多禄鸡名堂 位于汽涌山上 在耶稣时代 那是大师祭丐法的府邸 是耶稣被捕之后 被人审问和囚禁的地方 圣堂的外场有大幅壁画 描绘耶稣被拘捕 雕下牢獄和交锁匙给伯多禄 圣堂被命名为鸡名堂 顶上还有一只金色公鸡 就是要纪念伯多禄在这里 三次吴认耶稣 你会看到这棵树的顶 这棵树的顶上看到了什么 看到这只鸡 这只鸡是提醒了伯多禄 伯多禄记得了 原来是否认耶稣 所以这只鸡 在现时都是圣堂顶 很多欧洲传统基督徒国家的圣堂 中楼或圣堂顶 会有一个风向鸡 这只鸡是用一只鸡做的 就是提醒我们要悔改 这只鸡是叫伯多禄鸡 看不看这里 耶稣跟伯多禄说的 我对起你三只手指 你今晚鸡叫以前 你三次不认我 伯多禄 掩住自己的心 就说不会的 圣堂的庭院 就是当时伯多禄否认耶稣的地方 那里有一条古老的石梯 是古时来往西雍山 和克德龙谷的通道 相信耶稣和中途吃过最后晚餐 就沿着这条石梯 到克德龙谷对岸的 格扎晚尼山圆祈祷 他被捕之后 就被人带着 经同一条石梯 去到大师祭家 亦即是鸡鸣堂这一道审问 这里还有些楼梯的遗迹 上面是大圣堂 那里是大师祭的大厅 他们在那里审问耶稣 耶稣被判罪之后 说因为施毒天主要他该死 于是便被带下来 在中间走过的时候 耶稣就看着 在这里生火取暖的伯多禄 看着他一眼 伯多禄就明白自己做错了 记起耶稣说过 今晚鸡蹄以前 你三次不认我 于是伯多禄就走出大师祭家 出了外面 在外面痛哭 就是他惭悔 Peter给了一个很好的榜仰 就是不要放弃 无论你怎样衰法 衰多少次 最重要就是 aware 承认痛悔 然后继续坚持 回去煮那里继续去做 在上层的大圣堂里面 墙上有马赛克壁画 更加清楚地描述当时的情形 看看前面这里 这个是大师祭府的大厅 在审问耶稣 他们提出很多的证据 有些人说 我听见他说 他会拆毁这间圣殿 然后三天之后起回 但其实耶稣没有说过 耶稣说 你们拆毁这个圣殿 我三天之后将它起回 所以他们的证供都不对 耶稣的意思是 他自己的身体 你们拆毁这个圣殿之后 你们杀死我 我三天之后将它起回 耶稣会复活 大师祭最后没有理到人的证供 只是问耶稣一个问题 你现在说 你是否至高天主的圣子 耶稣说是 而且你还会见到人子 将来盛云而降 即是说他是审判的 所以他不单止是承认 还告诉人家 他将来要审判这个世界 我们看看 大师祭于是怎样 他就撕破自己的衣服 象征他很生气 你讲了涉读天主的话 只是天主才是审判的 他是承云而降的 不是人 不是一个人 而是天主 但事实上耶稣是天主 他就说 你讲了涉读的话 我们不需要有其他证据 这个已经足以判离死刑 于是他就会把耶稣 带到底下的监狱 大师祭家 为何会有监狱 答案在下层的圣堂找到 现在看着的这个地方 是一个井的口 这个井不是普通的水井 而是粗水井 英文叫做sistern 即是收集雨水的 即是有一个入口 但没有出口的 没有别的出口 就是游到这里拿水 大师祭家里面有很多这些井 有楼梯下去的 有些是因为那些井用来做取结用的 结礼池 大师祭每天都要做结礼的 好了 这个井后来似乎他没有需要 这个是粗水池 有很多粗水池 这个粗水池就是弄干了之后 用来做监狱 也因为那个是井 只有一个出入口 要监禁囚犯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用绳子吊下去 留心看看 这里有三个十字 看到吗 这些十字 就是初期他们 起圣堂的人 刻下去的 这是纪念一些神圣的事 不是一个普通的井 这三个十字 告诉我们 这是拜占庭时代的十字 所以是四世纪的时候 他们起圣堂的时候 弄下去的 为什么要在这里起圣堂呢 因为他们知道 这里是大师祭的家 是耶稣在那里受审的 这个就是耶稣的监狱 临时充当监狱 待会我们再下一层 看耶稣的监狱 看一看耶稣的监狱 看一看耶稣那一晚 是剩下他一个人 被人放在这个井 是枯井 一个人没有灯的 黑黑的 他在这里过了一晚 这个洞 就是唯一可以上去的 耶稣被人绑住 把他钓下来 然后他想走 没得走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洞 有些人说是守卫的 耶稣未曾禁住 那个室 那个洞 真的很亲亲切切 很体验到耶稣的可怜 有些痛苦 有些凄凉 有些孤独 有些孤独 很多次是说耶稣的 也都是耶稣的祈祷 也都是我们的祈祷 也都是在讲论耶稣 耶稣发现 这些圣名都在他身上会应验 我们现在一起以耶稣的心情去念这篇圣 我们慢慢去念 上主 我的天主 我白天祷告 我黑夜在祢的面前哀号 遇我的祈祷上达祢前 求祢真意听我的呼喊 因我的心灵饱受灾难 我的生命已临近阴间 所有人在念那篇圣荣的时候 我自己的心里就觉得 真是忍忍作痛 因为耶稣对我们做的事 是我们不可能想得到 那么深 耶稣走了整个一生 都是被计划 祂是听天主的命令 祂是服从的 绝对要服从的 那我们会不会都这么服从天主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董事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